在三重社大以及许多单位的努力之下 有越来越多人认识秀樱花 这次的三炉香花一文记 就特别在二重国中举办培育的课程 并且在校园内种下了秀樱花 期待未来盛开的一天 大家拿着一盆一盆的秀樱花 开心的合影留念 接着在三重社大校委员张明祥的带领之下 将秀樱花种植在二重国中的校园里 推展我们来种秀樱花这部分是 因为那以前是我们三重的试花 那也是三重过往在鲜明在开垦耕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作物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希望说这秀樱花种在我们学校开始以后 也可以让我们学生更了解知道三重的这些文史 这些历史 然后让学生更了解到乡土 对乡土产生更浓厚的一个情感 这个配合三炉香花一文记所举办的培育课程 吸引不少大小朋友参加 还有曾经参与过秀樱花富裕的老师 也分享过去在学校栽种的经验 我是正义国秀的老师 正义国秀是头纸 教育学学院会学校 因为这个很漂亮很香 我学校也是有情 下车下去 车用酒头用锅银抒 这样他发金就快 但是它有一个现象是 第一头队的荒豆队 要发金就比较慢 可以刷施 有成功 很高兴 今天也是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 秀应花过去是三重相当重要的经济作物 这几年来在三重社大 以及许多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不但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秀应花的身影 也让更多人认识它 记者高兴峰林景宇三重采访报道